大家好,这一节我们来学习案例6 更改发音音、语速、音调、音量等等实现不同的效果 也就是更改反馈语文本里面的内容的发音形式 我们可以看这个表格 模块一共可以修改9种声音效果形式 分别是发音音、数据处理策略、医治的读法、插入静音原时、听音、声调设定、音量控制、语速控制、语调控制 这里是使用的说明 我也准备了相应的8个案例 分别一个一个的给大家介绍怎样使用 好的,请看我的操作 好的,我已经插上了模块 好的,我们现在打开设计软件 选择看口 点击打开上口 我们仿照这个上面的记事本文件 这个记事本文件里面的内容是 换行小度小度小度 这个是换行模式 然后说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模块就播放这一段内容 我们将这段内容不断的更改为我们这一类不同的内容 每个内容分别对应不同的上面的效果 我愿意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的,我们先设置一下 点击打开 点击指令 点击指令 选择闪向设置 选择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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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换换换时 改成小度小度 好,点击 点击发送 好的看到返回OK20 再选择选项设置 选中识别模式 将指令中的2改成3 也就是选择了自定义换行模式 好看到返回OK时期 设置成功 好的我们再来设置一下识别词条 由于是一句对话 我们就不需要第二句了 把它删除 将内容更改为 干脆更改为 请搜发内容 这样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好我们点击发送 好的看到返回OK 说明识别词条设置成功 好的我们参考 记事本里面的内容 进行设置反科语 首先我们看功能一 更改发音人 模块是内置了五种发音人 只要在反科语前面标记 M 分别是M3 M51 M52 M53 M54 M55 它就分别对应的 五种不同的发音人 有男有女 我们现在将这个例子 复制到发送区 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是设置了三个不同的发音人 分别是M51 M55 M3 我们看看什么效果 好的我们想着复制 粘贴过来 点击发送 好可以看到反而OK 13 好的我们实际来演示一下效果 小杜小杜 我在哪儿 请播放内容 我叫李柏 我叫淡淡 我叫李小明 好 可以看到 我这里设置了三个不同的发音人 模块播放的是三个不同的 那个声音发音效果 有男的 有女的 这个具体 大家可以亲自尝试一下 好的我们简接着 看功能二 数据处理和一的用法 我们看回说明书 数据处理 在反馈前面 加上标记符M N0的话 它就自动处理 N1的话 就作为号码处理 N2作为数值处理 1字的读法 是在反馈前面 加上标记符Y 这样来定义 Y0 这个1就读成1 例如 1086之类 如果是Y1 这个1 就读成 我们的阿拉伯数字1 还有中文里面 也是读1 好的 我们看看这个例子 例子内容是 例子内容是 我的电话是 10086 或者119 我体重是120斤 长得帅呆了 我们将这个案例复制 正 发送区 好 点击发送 好 看到反馈OK 我们实际来 演示一下 小杜小杜 我在哪 请播放内容 我的电话是 10086 或者119 我体重120斤 长得帅呆了 好的 可以看到模块是播放 跟我之前说的是一样的 我们将10086 前面使用标志符 Y1 它就是10086 你在119 前面 使用Y0 模块就播放119 而不是119 这个就很容易辨认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 功能上 插入静音延时 我们看回说明书 静音延时 是在 反馈语的前面 加上标记符P 例如P1000 就是延时1000毫秒 后面的数字表示延时的时间 单位为毫秒 1000毫秒 也就是一秒 我们看回我们实际的案例 案例内容是 你胜吗 反正我是不胜的 我们把它复制进来 我们首先 先不要设置延迟 点击发送 好我们看看实际效果 小杜小杜 我在哪 请播放内容 你信吗 反正我是不行的 好的可以看到 模块播放是比较快的 没有延时 我们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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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这个延时的效果 点击发送 好看到 OK13 我们实际 我们实际测试一下 小杜小杜 我在哪 请播放内容 你信吗 反正我是不行的 好的可以看到很明显 模块是延时了两秒钟之后 才播放 反正我是不行的 这个内容 这个是比较直观 大家应该也比较容易明白 好的我们看回 功能四 拼音识别 看说明书 拼音识别 是在反馈以前面 加上标记符i 例如这个ha 下面加上i0 i0是不作为拼音 它只是作为一个字母 ha 如果你是选择i1 或者i1 i2 i3 i4 i5 它就作为一个拼音的音调 我们实际通过案例来 演示一下 好 我们看到这个例子里面 就是设置了 通过这个ha 来播放不同的声音效果 我们把它复制进来 粘贴 点去发送 好可以看到发送成功 我们实际来看一下效果 小度小度 我在哪 选播放内容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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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可以看到 模块是四个声音播放的 是四个音调不一样 轻轻的分辨出来 这个就是 拼音识别 标记符 使用 效果 好的 我们看看声调设定 声调设定和拼音识别类似 拼音识别 拼音识别 是作为拼音的时候进行播放 音调识别它就可以将文字都以不同的声调进行播放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 声调设定是在反馈识的后面加上标记符 例如后面加上一个标记符 等一等它一等它二 我们看回实际的例子 好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粘贴 整句发送 好看到反馈OK13 我们实际看下效果 小度小度 我在哪 请播放内容 哈哈哈哈 好的可以看到 模块播放内容和前面一个案例 这个拼音识别是类似的 它只是文字 也可以播放不同的声调 好的我们看回音量控制 看回说明书 音量控制是在 反馈语的前面加上V 一共有11级 从V0到V10 一共11级的音量可以选择 我们看回实际的案例 可以看到例子里面是 我小声点 这个时候设计的是V1 是最小声 我大声点 选择V3 比V1要大声一点 我再大声点 选择了V7 声音音量 再增大一个量级 这是最大声了 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最大声了 闪掉了V10 好的我们把指令复制过来 点击 发送 好看到反馈OK13 我们实际看下效果 小度小度 我在哪 请播放内容 我小声点 我大声点 我在大声点 这是最大声了 好 可以听到 模块每播放 一个内容的时候 声音音量是不一样的 从小到大 这个可以自己愿意设置 好的 我们再看回功能7 以速控制 我们看回说门书 以速控制 也是在反馈以前面 加上标记符S 进行设置 一共也是有11级 从S0到S10 一共有11级可以选择 好的 我们看回实际的案例 案例内容 可以看到和前面的音量控制 是差不多 也是在反馈以前面 加上相应的标记符 就可以了 首先播放 我太慢了 这个是最慢的 S0 然后是我快一点 这个时候是S4 已经比前面的要快一点 再然后 我再快点 这个标记符是S8 要比前面的要快 这已经是最快了 它的标记符是S10 这个时候 这段话是播放最快的 好 我们直接将指令复制过来 请继续粘贴 点击发送 好 可以看到反馈OK 13 我们实际演示一下效果 小度小度 我在哪 请播放内容 我太慢了 我快一点 我再快点 这已经是最快了 好 可以看到 模块播放商业的内容 语速是不一样的 从慢到快 一四的 增加 那个速度 这个 是比较直观的 大概可以自己设置一下 试试 好的 我们继续看 功能8 语调控制 我们看回说明书 说明书 从说明书中可以看到 语调设计 也是在 反馈语的前面 加上T 一共也是11级 从T0到T10 共11级可以选择 好的 我们直接看回 实际案例 从案例中可以看到 和前面的都设置差不多 也是在反馈语前面 相应增加标记符 最低语调 语调是最低 语调高点 相应的会提高一点语调 语调再高点 也就是最高语调 也是相应的再提高点语调 我们直接把词语复制过来 看看效果 好 看到反馈OK13 我们直接看一下应用效果 小度小度 我在哪 请播放内容 最低语调 语调高点 语调再高点 已经最高语调 好 可以看到模块播放内容的时候 是从最低的开始 很深层 比较深层的时候 越缩越往高 这样播放 可以清晰的分辨出来 维持播放的 语调是不一样的 好的 好的 我们通过八个案例 详细介绍了 模块 播放的 发音源 音速 音调 音量 等等内容的设置 设置之后 可以实际上 不一样的 播放的声音效果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再进行设置 试试看 已经介绍完毕 谢谢大家